根据香港电台RTHK新闻报道 新闻标题 以色列议会通过法案 剥夺最高法院驳回政府决策的权利 以色列议会表决通过司法改革法案 剥夺最高法院以不合理为由 驳回政府决策的权利 来自执政联盟的64名议员 在法案的最终表决中 全部投下赞成票 反对阵营的56名议员 则集体提前离席 以表达对这项法案的抗议 以色列司法部长莱文 在法案通过后形容 执政联盟迈出了 纠正司法体系的历史性一步 司法改革法案自1月公布以来 备受争议 舆论认为改革取消了 对行政部门的制衡 为政府变得更加独裁开辟道路 而以色列国内连日来 都有大规模示威游行 反对改革